这就是中国的夜诗文 这位中国选手李玄旭也获得了一枚铜牌 两位中国小剑有惊艳的表现征服了现场的观众 这场比赛也让全世界的游泳爱好者 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16岁小将 夜诗文 夜诗文是中国游泳史上第一位全满官选手 是中国勇团百年难遇的天才 如果没有伤病 他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 恐怕会更上一层楼 在今天的杭州亚运会上 27岁的夜诗文 在200米挖勇比赛中 获得了一枚久违的金牌 此时记得他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冠军 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他曾站上山巅 也曾踢入低谷 期待明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赛场 夜诗文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